四十六节至五十节 大约内容是这样说的 耶稣的母亲和祂的弟兄站在外面 然后有人告诉祂说 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面 要与你说话 然后耶稣就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说 看啊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真行我天父旨意的 这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这个我们需要明白 需要明白就是什么呢 因为耶稣的身份 耶稣的身份 因为耶稣的身份 祂是基督 祂来全道 然后他们说 这是你的母亲 这是非常宝贵的 非常尊贵的一个人 其实耶稣在这个情况 是回答天主教现在的问题 但天主教看到这个经文没有看到 耶稣说 谁是我的母亲 就是以我的身份来说 谁是我的母亲 就是听我的道而进行的人 就是 所以耶稣的重点是 不要以为我的母亲比其他人更好 其实有另外一次是这样的 有人说 圣你和如养你的有福了 对耶稣说 圣你和养你的有福 如养你的有福 然后耶稣说 是 祂没有说不是 是 却还不如听神的道 而尊心的人有福 所以说 祂是有福的 但不如你听了神的道 而尊重神有福 所以玛利亚圣耶稣的福气 不如基督徒听神的道 而尊重神的道的人有福 所以玛利亚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身份 虽然她有特别的身份 是耶稣在地上的母亲 但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她有特别的身份 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 看不到玛利亚有什么作为 如果她是这么重要的人物 我们应该在初期教会就看到 玛利亚就站起来说话了 这些人都听她了 都没有这个情况 玛利亚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奉 我们看到 就是她有这个神给她的托付 去养大耶稣 这个是她的托付 如果有人说 耶稣也是说 谁是我的母亲 你们都是我的母亲 你听神的话就是我的母亲 那我们就不需要尊重我的母亲了 其实有另外一个经文可以回答 经许基加手对约翰说什么 看了你的母亲 这个约翰就接受 玛利亚去她的家照顾她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去照顾她的母亲的 他不能照顾 他就叫约翰去照顾 所以耶稣不去说 不去照顾 另外有一个经文 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个犹太人 他们有这些规矩 如果你的奉献做了戈尔板 你的奉献了 你就不需要帮助你的父母了 耶稣就说什么 你是用人的遗传 废掉神的律法 所以这两句经文都回答 我们应该对父母有责任 有孝顺的心 有爱他们的心 关心他们的心 不会说 就是说不需要 不需要看重人的关系 另外这一点就是语言的关系 有些人是这样的 整天是祷告 但语言没有关系 但圣经说什么呢 我们怎样遵循神的道呢 这是爱人 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如果与人分离 怎样坐在主的弟兄身上呢 所以基督徒不需要 与世界各绝 而且我们是与罪各绝 但我们是祝福人 建立与人的关系的 所以我就回答 是不是对父母 对别人不关心 或者去教友 爱神的人不会说 我爱神的 你们不爱神 我就祷告 你们自己祷告 我自己祷告 这个不是神的教导 神的教导是什么呢 怜悯 怜惜人 这个是神喜悦的 所以圣经很多经文都回答到 很多人的错误解释 都有圣经不同的地方 可以回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